这是我最苦恼的事情 加油干 不断推迟 台湾留学两年没有回家 我闺蜜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她觉得我实在是太可怜了 Hello 大家 欢迎来到阿贝想聊第四集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说 我在台湾生活三年 最让我苦恼的事情 而且已经不仅让我烦恼了 连我闺蜜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今天刚收到她从大陆给我寄来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她给我寄的什么 等一下就开箱来看一看 刚刚收到有点惊奇 这个包裹 包装的好严实呀 跟我前几天收到的另一个包裹 完全不同 这次是用了麦西蒙 转运公司帮我寄过来的 他们帮我一个一个包裹 全部拆开 然后帮我整理好 减省了很多空间 你们都知道 叶子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她一直说要给我寄东西 去年生日礼物都还没给我 但我觉得私人物品快递不放心 空运也不方便 但是她看我太久没回家了 我就让她把东西寄到转运仓 让我们来看看她给我寄的什么 我不知道我还没看 123 我好像发现了 她给我写的小信 读一下 宝贝 这是上一年保存在我那儿 一直盼着你回来的礼物 一个暑假的等待 过后又是一个寒假 春去秋来 转眼又过去了一年 从你第一年到台湾的深色 到现在在台湾生活的游刃有余 我们也从对你的担心 慢慢变得放心 不管是我还是叔叔阿姨 都希望你求学生活 是充满着快乐和美好的 作为你多年老友 也为你找到热爱的生活 很明确的方向而高兴 对你所追求都会在背后给予支持 加油干 但因为疫情 为了不耽误你学业 免得回杭州 我们的相聚计划也是不断推迟 因为他下学期也要去英国读书了 很多未来不确定因素 所以他决定还是把去年没有给我的礼物 先寄给我 两只3CE的唇釉 叫阿玛尼自我无界 好可爱啊 红管丝绒405 去年给你选了几只唇釉 不知道你认为颜色如何呢 我去年的品味 你是不是还喜欢 当然喜欢了 肯定很适合我 叶子最懂我了 选择的集运也是比较放心的公司 希望你能尽快拿到它们 这次多亏了麦希蒙 6天就收到了 淘宝拼多多这些APP 在我心中就永远都是万能了 作为一个无讨不欢的人 但因在外求学实属不业 生活三年 依旧一直购物一直投 对于怎么把买到的东西 要从大陆寄到台湾 我已经很有经验了 首先扫码进入 麦希蒙微信小程序 复制仓库地址 把仓库地址呢 复制到淘宝拼多多的 你准备购物的地方 记得一定要再三确认 收获人和详细地址的专属ID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因为前几天 我不是刚刚也拿到一个吗 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前几天收到 以前用的集运公司是怎么样的 因为一直集运一直投 每次都历经千金万块 总算到了 在知道麦希蒙之前 三年来我只用这家 大小包裹塞在一起而已 透明外壳 没有隐私 为什么我用了三年还这么开心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突然感觉以前被骗了 有时候买4.1千克 他就算5000克 你可不可以就是给我算4.1 直接算4千克 他就说不行 因为他们公司就这么定的 我一开始会很困惑 超过了0.1 也会给您算两公斤的 但这次使用的麦希蒙就很佛心 4.1千克就按4.1千克算 真的没有让我失望 请线空运针线 不包裤还快哦 东西入库后呢 就可以在小程序的 以入库包裹追踪 而且还可以看到货物的照片和重量 透明公开 确认东西全部到齐后 怎么打包 易碎品是否要单独处理 这些都是可以客制化选择的 恨佛喜 最后提交订单 就等着仓库为你打包 送到你家了 你买的 记得全到了 全部帮你一件一件拆包合并 准确无误看到撑出来的质量 公开透明 还省了不少钱 它真的比我以前的家用的强多了 我还给你挑了一个便携水杯 一人一个闺蜜款 语言都是水做的 希望你多补充水分 让皮肤更水润 身体也倍儿棒 哇 好漂亮啊 很有质感 如同这谐音 一辈子 一辈子 好想它呀 我们都两年没有见面了 虽然我们在微信上 就是每天可以聊天嘛 但是毕竟 我感觉 真的好 不能 这次真的不能哭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啊 闺蜜永远是最重要的 除了家人以外 就像如果我有什么事情 我可能不会先跟我爸妈说 但是我肯定会第一时间 跟我朋友分享 他们总是会给我 最恰当的那种建议吧 就像不论我们分开多久 多久没有见面 到时候一见面 肯定又是聊不完的话 这就是真正的朋友吧 谢谢你小叶子 感觉心里心情都瞬间好了 这种信呢 我也要好好珍藏 谢谢你叶子 我收到礼物了 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这七天我还在想 它到时候会不会丢了 没想到麦西蒙全部给我寄过来 而且给我打包的这么好 一个一个整理好 太好了 所以但很推荐大家使用这个转运 其实吧 我在台湾求学生活三年 令我最苦恼的事情 就是 这边实在 太不方便了 不能 这次真的不能哭 不要忘了订阅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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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